说到东北经济绕不过去的就是人口问题 近十年来 东北所有省份的人口都在大幅减少 而黑龙江的人口缩减规模位列东北之首 2010年黑龙江人口达到峰值的3833万 此后一路缩减 到2022年已经减少到了3099万 降幅达到了19.1% 12年的时间 合计减少了734万人 年均减少61万人 在这种人口持续大幅减少的背后 在黑龙江人民集体撤离故土的背后 一定隐藏着非常深刻的经济规律 整个东北的核心经济特征 就是民营企业始终都没有发展起来 体现在数据上 2001年 也就是加入世贸的这一年 黑龙江的城镇总就业人口714万 其中工价单位 也就是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总就业人数 合计460万 占比64% 而私营单位的就业人数为48万 占比7% 个体户就业人数137万 占比19% 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 民营企业也没有好好发展起来 当时全国工价单位的就业人数占比为60% 民企的就业人数占比为10% 个体户的就业人数占比为14% 从当时的比之来看 东北的就业结构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 此后 因为加入了世贸 中国在制度上松开了民营经济的枷锁 让民企放开手脚奔跑 到2010年 也就是黑龙江人口处于峰值的这一年 局势就变得不同起来 这一年黑龙江城镇总就业人口943万 其中公家单位的就业人数363万 占比38% 固然是不再占绝对优势地位 但是当年赌黑龙江的私营单位就业人口 只有112万 占比依然只有12% 这意味着黑龙江的民营企业 根本就没有发展起来 没有什么上当次有规模的民企 而值得注意的是 黑龙江的个体就业人数猛烈增长 达到了惊人的335万 占比36% 几乎快要追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这意味着到了2010年 黑龙江人民其实已经没有了职业前景 就靠做点小商小贩维持生计 或者干脆就是注册一个个体户身份来买社保 无非如此而已 而在全国范围来说 2010年的中国正处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期 公家单位的就业人口占比下降到了30% 民营企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则已经提升到了26% 个体户是19% 到这个时刻 黑龙江的就业结构 已经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出现了显著差异 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管理成本高企 经营效率低下 无论哪种类型的国企 无论是资源型企业 还是重型装备类企业 盖莫能外 再到2019年 也就是中国对就业人口进行分企业性质 统计的最后一年 这个时候的黑龙江的就业结构 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更是天差地别 这一年 黑龙江的总就业人口已经下降到了901万 较2010年的943万 减少了42万的就业人员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其中公家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180万人 占比19% 民营企业就业人数188万 占比21% 也就只比公家单位就业人数略高一点点而已 而这个时候的黑龙江 个体就业人数高达365万 占比41% 已经是就业最主要的出路 黑龙江整个省份的经济 居然完全依靠小打小闹的个体户来支撑 这不是胡闹吗 就这样的就业结构 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在说 东北的重工业是烧烤 轻工业是直播 这些人确实都是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 对比一下全国当时的平均水平 民企就业占比34% 公家单位13% 个体占比也就是27%而已 东北的国有企业因为成本高效率低 在与全国的民企竞争中会败下阵来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没有任何疑问 关键问题是 东北的民企也没有发展起来 提供不了什么就业岗位 于是走投无路的黑龙江人民 只能全民去做个体户 在这样的背景下 指望黑龙江人民还有多少家园情怀 坚定的留守在家乡 这就纯属胡扯了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东北的民企始终发展不起来 我在这里列一下黑龙江的优势 它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完备 不要说省内密集的货运铁路网 光高铁线路就有八条 高铁密度超过全国绝大部分省市 它的教育资源同样充沛 有78所高校 在全国范围内排名中上 它的自然资源更是丰富 不提林业资源 这种全国独一无二的资源 它的石油天然气 铜矿 木矿 石墨等资源储备 全都位于全国前列 它的黑土地十分肥沃 核往密布 水利资源丰富 虽然位于全国的最北边 但是黑龙江的气候条件 其实并不差 可以种植水稻 它的重工业基础雄厚 1980年黑龙江依然可以在全国各省经济排名中排在第十位 拥有整整两代具备精良的手艺传承的技术工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 黑龙江都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地方 随便想一想 东北适合发展的民营企业简直数不胜数 林产品和农产品加工 精细化工 装备制造 等等等等 但是所有这些方向上的民营企业 黑龙江统统没有发展出来 这不可能是客观因素 客观上的所有因素都支持东北发展民营经济 所以 结论只能是老生常谈 就是主观层面的问题 就是人的问题 全国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民风民俗 东北这片土地从满清时代开始就处于严厉的权力管控之下 此后的民国混战为满洲国 日本占领 国共内战时期的争夺东北 红色中国建政之后的东北重工业大发展 所有的历史时期 东北全都处于全面而周密的权力控制之下 历史从来都不允许东北人民在生产领域发挥创造力 所以他们就把创造力转移到了吃吃喝喝和刷嘴皮子之上 如此四百多年延续下来 东北人民不再具有创业精神 离开了权力 东北人民无法把任何一项事业做大做强 这是历史明刻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的印记 深入骨髓 根本就无从抵抗 在本篇的最后 我要说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 副表示202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各省的人口演变情况 毫无疑问 东北三省排在了倒数三名 东北的萧条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它的人口流失问题也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东北流失的人口没有任何疑问 去了广东省浙江省和海南省 他们的人口增幅分别排在了表格的第二 第三和第五 现在我的问题是 当全国经济普遍下行的时候 当民营企业被权力强行认识之后 人口又可以往哪里流动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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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